我跟你讲 其实通常我情绪最糟的时候 我最跌落谷底的时候 你知道谁能救我 就是创作 那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我最后一道等于算是防线吧 对 那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到的地方 然后也不能说我逃到那里 也不能说我不面对现实 而是它是真正真正能够保护我 然后让我开心 让我快乐的地方 所以但是不是说我快乐的时候我就不去 应该是说我通常我最快乐或我最悲伤 或者就算我情绪很平静的时候 我每天都一定要到工作室里面拿自己来画画 它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是逃避 它是面对 它是带领我更勇敢地往前去 如果我遇到自己空窗期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太陷入自己的烦恼 所以通常我习惯会去走动 去很远的地方遇到我可能没有设定会遇到的人 看到的风景 那这些都会让我有新的能量 反而是想到我自己可能在自己的创作当中 太陷入自己自己想自己的事情太狭隘了 所以也鼓励跟大家分享 在做创作的时候 多多走出自己去体验别人的感受 再回到自己创作当中一定可以帮助很多的忙 我想会做创作想要跟就是要跟别人分享 一定要体会到别人的心境 你做了作品的时候别人也可以来感染你的作品 那这点互相体会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像我们在学校教书啊 大部分的学生都在电脑前面 现在大家都用电脑 他一做就做8个小时 10个小时 他就不离开 他吃喝拉撒都在那里 他其实很少离开他的房间工作室 或学校的那个空间里面 到外面去走一走 所以像萧老师刚刚讲的 那我都会跟学生说 你要实时充满好奇 勇气和热情 你一定要对你身边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要去关注他 去关心他 你要比别人多一份那个心 然后他会反映在你的作品里面 所以刚刚萧老师讲了很多 关于他作品里面的小的细节 或是我讲了一些体验 那为什么会 因为我们去体验了那个社会 那个世界的不同的点 而且最后用创作来 很简单很浅显易动的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体验过 不过我这次其实让我一直 不专心的地方是 我一直想到说 会跟我一起发表的是曲老师 好朋友要出现了 那我最喜欢这样 其实做作品这个层次呢 只是自己在自爽而已 如果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创作 一起去旅行 或是看看这个世界 再回来一起共同在一个台上 表达自己对愿望啊 想法的看法 你不觉得人生这样变得很酷 很有意思吗 就是说世界不是只有你自己 也不是只有我 然后它其实很宽广 很大的很多元很多样 你要能够有那个很大的包容的心 接受每一种可能性 每一种肤色 每一种信别 每一种宗教 每一种信仰 每一种可能性都要接受它 我每次跟曲老师在一起 都很确定地球是圆的 我希望大家是自由自在 然后不要对号入座 觉得好像它是一个比赛 那评审没有感染到你的 开心你的创作 那如何会给分 所以很容易得分的 我觉得不要抄袭 原创很重要 然后绝对不要拿 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看过 我们年纪这么大 我们很有经验 我们看了很多的 比如说什么国际的网站 杂志上看了什么很炫的画面 你改一改 你改一改 自改一改 说是你的no no no 绝对不行 原创最重要 尤其这次是放在 国际的平台上面 让大家一起来审视 所以我们会 非常非常严格的把关 做自己 对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